壽政典禮特別安排防暴劇團帶來精采的演出 為活動暖場 社區防暴宣講師培訓計畫自111年2月開始 差不多經過三年的時間 目前全縣共有40名合格的講師 參加的人必須完成32小時的課程 以及7場實地宣講 並且經過嚴格審核之後 才能取得講師的資格 我們要做到的宣講師 不是想要做就能做 我們要訓練32點間 然後七次宣導 這樣才有好的資格 所以宣傳總共有40個 現在繼續在增加當中 而且最年輕的 剛剛講15歲16歲 剛剛那些都表演得非常非常的棒 讓宣傳溫心和諧健康快樂 這就是我們的訓練 那這些呢 我們宣導師 謝謝你們的付出奉獻 這都是由義務來幫忙 所以呢 讓宜蘭縣呢 因為由你們感到非常的光榮 社會處理一定要把社會安全網這一塊 把它靈體盡致維護 把它維護好 所以宣導師就格外的 重要跟縣政府的重視 你們的一個 這個養成訓練的過程 那你實術訓練 都是訓練你的術 共產黨能夠通過這樣的一個認證 讓我們的社會家庭能夠更和平 縣長林之妙表示 我們有義務守護宜蘭這一片土地 照顧每一位縣民 感謝各防暴單位 以及社區防暴宣講師和縣政府來合作 共同打擊暴力 守護社區鄰里安全 打造暴力零容忍的社區環境 防暴宣講師 戴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道